主流水货冒充钢丝 虽说你是煽动大汉 甚大力不愧 可是我们天井爷们也不白给呀 火源家的故乡 一号民众权下来就把你给冤了 可是这位有点不对呀 这位宣承自己不但是干事 同时还是奉事 见了冯长那是点头还要千句后供 辈儿客气 重点来了 他可就没告诉冯长他的诊实身份 不敢说出诊实身份 就必然有不可告烟的目的 所以才游了第二天到酒店顿炉 至于他到酒店顿炉想干嘛 各位可以自行想象 我只想说我们天井爷们做事 一向光明磊落 问心无愧 不屑于透气莫高 鬼鬼祟祟 这位英雄 虽然IP定位是天井的 想必是在天井哪个建筑拱地上 麻赚吧 改哪去哪去 别在这儿给我们天井人丢脸 关键是丢人还是小事 这种港黑冒冲钢士 做一些卧错事 然后再嫁祸给钢士 误导大众 德文社与主流项目阵容对立 都是刚四条级的 这种事你们可没少干 之前我就发现过 一个叫隋得月的港黑账号 带着用我的杠的招片 做的头像 在取鞋降防疫的直播剑里 肆意油骂降牢先生 看来你们这可不是鼓励的 和好言的 就你们这样干 早晚得给取鞋有大货 江坤在昨天的时候开启了 头条和抖音双平台的账号内容 并在昨天六点的时候开启了第一场直播内容 但是他的直播和别人的却不太一样 江坤是打着聊足球的话题来到的抖音 但是却不开直播评论 但是却开着礼物打赏 可谓是展现了老一代艺术家独有的风采 老魏在看到了江领头羊入住头条和抖音以后 也是翻了一下评论区 差一点老魏就笑死在里面了 来自山东的网友询问说说相声的自己嘎笑是什么原因 而来自河北的网友则是询问入住了以后不谈相声聊足球 这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相声段子 而来自黑龙江的网友表示 对 你以后就聊足球吧 至于相声还是交给别人吧 而下面的回复则是有道理等等的内容 而最向着江老师的内容则是祝贺江坤先生落户头条 但是要提醒你网络江湖的险恶 尤其防备被到号发言啥的 而下面的评论则是周围表示赞同了你的观点 而最搞笑的内容则是足球是个好相声 讲究说学逗场 还有就是只要不谈相声 坚决挺江老师等等 还有的就是非常喜欢江老师说相声的网友 非常想让江坤先生展现一下基本功 比如地理图 这个信息老魏就只能说 真的有点难为江坤先生了 而为什么昔日非常著名的相声大咖入住了以后 却会受到如此的评价呢 老魏也是总结了一下江坤先生 今天也和大家说一下江坤到底为什么会走到 现在这样可以说群嘲的状态 首先江坤先生其实没干过什么事情 但是问题也就出现在他没干过什么事情 80年代到90年代是相声的黄金期 那个时间江坤作为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之一 也是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 从相声跨进了90年代展现了没落 江坤对于相声艺术和行业的发展甚至是生存 就真的没干过什么事情了 但是这段时间江坤先生却当选了曲鞋领投养 并且获得了得意双心的艺术家等等荣誉 是平心而论造成相声大环境这一个现象的 也不能把锅甩给江坤一个人 但是这么多年江坤不论是论地位还是论职位 都是相声门中的长子 而面对家道中落却没有任何作为 才是他最大的必定 江坤先生在这个方面真的是没干过什么样的事 既没有创新出新的道路 也没有交出来清除于蓝胜于律的心愿 很多人都用德云社的班主郭老师 对曲鞋做出来的成绩和江坤做对比 其实老魏平心而论来说 就算是郭老师不存在 那么江坤身居他的位置也难以洗掉 没有带给曲鞋新路的原罪 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2019年的时候领头杨江坤在6月中旬的时候 开展了欢乐送主题的采风创作活动 江坤作为授课老师之意 给学员们讲述相声创作的内容方向 在新闻报道上面老魏看到了 江坤先生给出了12个选题让大家来创作 并且表述了这么一句话 学员们听完了江坤相声的授课以后 受益匪浅 并且表示集中力量创作出来好的作品 从2019年到现在的2022年底 作品在哪里 如果没有作品那么这样的会议又有什么含义呢 吃住的费用又是谁来出呢 聊不得了 有缘要叫我们天井卫视那么作人 著名主流水货麻了个字的 又在地下石阴暗的灯光下麻了个鼻灯光 更阴暗的小作文 可竟然要三问天井卫视 看来这个货最近是停了要了 早就告诉你了 这弹桿不及其知道的后果 就是把神经莫草为别大了 然后夸就炸了 得了 以你的智商和断位 这天井卫视就算给你恢复了 你也够想听得懂 还是我来给你上车吧 首先你因为天井卫视相乡春晚 是给德云社开堂会 那我问你 你知道办春晚的花钱吗 天井卫视跟德云社合作 既省去了一大笔资金又顺用民意 为老百姓在大年夜带来一场相乡春夜 你要是看着不爽 那你就拿银子来给你也办一场 麻了个春晚 其次你以陈小娃为例 治愈德云社 因为正义企业不适合出现在银瓶 可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仰视的成雷和仿镜 好家伙 都出了境外敌对势力的卧敌了 人家仰视也没关门啊 第二 果德港的问题如何解释 这有办法解释的 给你解释的招吗 当年小胡子为妈进过来 又进土大地为妈跟小谷过不去 要不你也让他们给你解释解释 第三 有何体现根度特色 这个问题尤其上前的 麻了个字的在文化上的缺失 他愿为天井的相乡舞台 被一个来自北京的相乡社团作弄过 那是不合理的 可是你应该不会忘了吧 果德港王会高峰掌云雷 他们可都是天井员的 而且连续几届相乡村 马也都请来了 马对冰田里和杨少华 杨毅照为咒 这样的天井相乡扛大气的 我加入德云社 德云社当然火了 愿意上德云社来吗 我不会 我不会加入德云社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观众和德云社的观众 是两个观众 德云社的观众 比较喜欢听一些比较低俗的笑调 而我们的观众 都是不听低俗笑调的观众 我们的宗旨是要做到雅俗共赏 雅代表的是品味 俗才有渗透力 不要说要必须只是单纯的追求了雅 那个对这门艺术的发展没有好处 你就是慢慢升起的大师 我就告诉你们 我肯定是慢慢升起的大师 也不用也许 一个行业在一百年里边 出一位艺术大师就了不得了 行业就火了 现如今 艺术家是雨后春损 全是 主要是因为这个名片管理制度不严格 虽然有很多也很喜欢传统项目 但他们听那些低俗笑调的时候 都是忍的 都是靠忍的 那么在我这不用忍 没听说过 要疯这孩子 不是说八道吗这不是 我就是 我是不会加入德云社的 你们放心啊 好 你也是想瞎了心了 这个高雅不是装的 胸子不是装的 哇哈哈哈哈 many months later 当想当初姜坤 这个这个反三俗 嗯 事件大家都知道 对 你们知道根源反三俗是从哪来的吗 从哪来 咱说 向上取协主席 他要不得到命令 他敢往下随便反三俗吗 对 那一定是上面接到这个命令 整个文化圈 那针对的不是向上圈 是整个文艺圈统一反三俗 对 那跟他们取义有什么关系 嗯 那是整个文艺圈大环境要反三俗 嗯 这时候怎么样 是 有人把这帽子自己扣上了 这是吗 我这么讲的道理你们就明白了 嗯 大家都在这圈里混 嗯 这边是艺术家 这边是草根 你再牛 你能跟艺术家平起平坐吗 嗯 你能跟取协主席平起平坐吗 嗯 对吧 你没有说话 你根本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你踏踏实做商演挣钱就可以了 这个指命令下来是是净化整个文艺圈的哦 但是呢 怕有人把这帽子给扣上了 嗯 为什么只有这时候他喝 你烦我 我才有直接和你取协主席和你一哥有平起平坐跟你咬吃的权力哦 这才是最大的宣传卖点 明白了 好比一帮朋友一帮艺术家草根吃饭 大家都要敬酒了 跟你们说啊 咱们下一步要反三俗了啊 大家干个杯 大家都欢举要举杯的时候 这时候怕草根吹了 嘿 反什么三俗啊 你们都是艺术家 那就是我俗呗 好我来 我接着告诉你这酒我跟你喝 咱俩聊聊吧 真正明白的人 其实不会多说什么 我们效过严格的训练 无论多好笑呢 我们都不会笑 就变不住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